南投路过天空在线壮阔美景 云层透出火红霞光举红色火烧云 搭配山巒绵延云海 沿着山势倾斜行程的云铺 在夕阳西下时两者通框令人赞叹 可遇不可求 这个美景当然是很漂亮 我觉得我们还蛮幸运的都可以看得到 东北季风加上台风外围 环流的影响造成日夜温差大 当夜晚的水气遇上日出 太阳加热 就会形成绝美的云海和云铺 日月潭还出现了 彩虹高挂半空中的景色 在夕阳余晖的照射下 呈现焗烘一片 虽然色彩也十分独目 苗栗风筝节出现了 各式五颜六色的龙形软体风筝 在空中灵狐飞舞 趁着久降风起 这场空中视觉响宴 也让慕名而来的民众惊叹不已 还蛮新奇的 很壮观 不然小孩子这样会一看的就是娃娃叫 关岛附近海面的这个康瑞台风 目前距离台湾大约是在东南东方 而完毕东南东方约1800公里的海面上 但要出游踏青的好天气 可得把握机会 气象熟预报 东北季风增强各地水气 多有降雨的几率 再加上西北太平洋有 谭美跟康瑞两个台风 其中康瑞强度至少达中台以上 虽目前对台湾暂时没有影响 但后续路径仍要继续观察 记者综合报道 我是陈继根 从踩在风灾的摊坊断桥 到卫星云图背后的天气预报 棚内棚外的采访播报经验 持续冲击火花 督促我报道真相 更多新闻请锁定中视YouTube频道 记得按赞订阅分享 并且开启小铃铛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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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